本视频由吴谢原创制作 对于一个国家军队来说 兵员不足是一件大事 所以美军想到了 使用大量招收女兵的方法 来解决兵员不足的窘境 近年来 美国军队中 女兵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其实比起男兵来说 虽然女兵身体素质没有男兵强大 但是作为女性 女孩子特有的心思细腻的特点 使得她们能够更好地 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可以说女兵增加 对于一个军队来说 并不算坏事 在美国的航母上 据报道就已经有了600多名女兵 一艘航母能够容纳几千人 所以对此来说 女兵人数占比算是比较大的 按理说这样的话 航母的一切工作运转 更应该仅仅有条 但近来 美媒爆出了一个问题 使得广大航母男兵有些尴尬 航母上的大部分男兵 都患有尿道炎 据调查 患病原因竟然是和增多的女兵有关系 这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调查 为了增加士兵在航母上生活的舒适度 所以航母上400多个厕所 使用的都是真空马桶设计 但是因为女兵人数众多 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大量的女性卫生用品 很容易堵塞厕所 马桶堵了 广大男性就只能憋尿了 长久以来自然容器引发尿道疾病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 美军不得不将航母上的马桶 全部改成冲水式设计 不得不说 这个问题比起航母安全来说 只是小事 但是如果任由小问题累积 终有一天也会爆发出大问题啊